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SLNT Studio 我是小三 如果接下來大家覺得我的聲音太大聲 或者太小聲的話呢 請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會盡量改善的 如果 覺得我講話的口齒不太清晰的話 這可能就沒辦法改善 不好意思啦 不過影片下面都會加注字幕 所以就算聽不太清楚 也是可以從字幕上面知道我是在說些什麼 好 那麼 如果大家不想聽我喇賽的話 可以直接跳到下個影片沒有關係 因為我接下來要講東西呢 跟C-sharp的教學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不好 好 那麼為什麼我要製作這個影片呢 那是因為 因為我有位朋友他住在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我想要交他C-sharp 可是又因為距離上的關係沒有辦法當面交 所以我當初就考慮到的視訊的方式 可是呢 視訊好像也有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同時上線的時間好像不太一樣 對 所以呢 我又想到 我之前上youtube的時候有看到有人製作 線上教學影片 然後想到 啊 我也可以這樣做嘛 對不對 然後同時又可以讓 許多想要學習效果的人受益 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也這麼想呢 好 那我就長話短說 接下來的影片 每個影片的長短不會超過10分鐘 為什麼呢 因為 教學的時間要是太長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會想睡覺 對不對 就是跟上課的時候一樣 所以我就盡量 將影片控制在10分鐘以內 而且這10分鐘以內 我相信是大家吸收能力最好的時候 每個影片會採取主題式的教學 就是說 每個影片會有個主題 像這個影片 他可能自在講解 class是什麼 那 他就不會去提及太多 其他的東西 好不好 那 這樣子也是讓大家比較好學習 因為要是同時講太多不一樣的東西的話 我相信大家會混亂的 OK 好 那如果我們開發Cshop的話 我們會需要什麼樣的程式呢 當然 你們會需要才電腦 廢話 呵呵 那 除了電腦之外呢 你們需要一個程式 一個ID ID就是整合開發環境 也就是一個 你們可以在上面寫Cshop的程式碼 然後 讓他執行的地方 對 那我們使用的ID是 V9Cshop2010Express 大家可以先上網搜尋一下這個程式 如果大家懶得去找的話呢 沒關係 接下來我也會有影片 教大家去哪裡下載 然後安裝 以及如何去使用它 好不好 所以大家請不用擔心 OK 感謝大家聽我打賽了3分鐘的時間 那麼我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掰掰